2007年1月4日 美国首位女议长南希·佩洛西上任 2007年1月4日 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议员南希·佩洛西 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 当选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议长 2010年3月 佩洛西在意见分歧的党团中 取得了足够支持 让评价医疗法案得以通过 这使没有医保的美国人数量 有了历史性的下降 2019年12月 佩洛西首次推动弹劾特朗普 2021年1月 在支持特朗普的暴动者 于2021年1月6日闯入国会大厦后 佩洛西第二次推动弹劾特朗普 2023年1月 佩洛西将卸任众议院议长一职